下午四点到清晨四点 你还待在酒吧舞厅吗? 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有天眼或阴阳眼的人都知道 酒吧舞厅特别是色情场所 鬼魔极多 因此,常去酒吧舞厅的人 往往大都精神萎靡不振 因为被鬼魔侵害之故也 本文讲述了一个附体女鬼 其实应该是钟音生属于意外死亡 无法投胎的故事 是2004年长沙开源寺方丈中性法师 口述之亲身经历 一个当代女鬼的真实故事 我出家前遇到一件稀奇的事 21岁的班小姐租住我的房子 在楼下 我每天早晚课后 开达陆基念佛 她说 王叔我越听越好听 听得好舒服哦 我说 肯定你善根很好 你每天听 我每天放 她有时也上来听 我给她一本念佛感应录 封面有佛像 她除了吃饭做事之外 就是看感应录 即念佛 有一天她对我说 为什么你的佛书这么厉害呢 我问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她说 她的弟弟今年20岁 找了个女朋友 但这位女朋友被女鬼附身 班小姐呢 有一次拿回念佛感应录后 她弟弟的女朋友就不敢进 班小姐的房间了 因为附身的女鬼 看见书上放光 不能进来房间 也不让她进去 并要求班小姐把书包起来 班小姐用红纸包起来后 她就赶进来了 自从班小姐念佛后 女鬼说 班小姐身上也有光 但很微弱 并说 我身上的光很强 女鬼见到我就跑 会害怕 这个后面会说明 班先生的女朋友 和附身的女鬼之间 神事是可以沟通的 起初女朋友很害怕 不知怎么办 但是时间久了 女鬼就开始谈她自己的身事 她说 你们不用害怕 我没有害心 我也是受害者 女鬼说 我是重庆的一个大家闺秀 父母只有一个女儿 我长得很漂亮 人又聪明 希望我将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家庭 但我18岁的时候就谈了一个男朋友 家庭条件很差 父母便劝逐我 但我始终不听 这样一直拖了三年 她经常夜不归宿 父母很生气 想到小的时候 如长上明珠 长大竟成了这个样子 没有她还好 有了她更烦恼 在父母的紧闭之下 我和父母反目成仇 干脆不回家了 这个下面会再继续说明 有一次我在男朋友的劝说 是要能回到家里 想与父母缓和关心 结果又发生了争执 父亲一气之下 就用手卡我的脖子 在激烈的争斗中 我一下子挣脱出去 看见街上行驶的摩托车 急忙跳上去 骑摩托车的人 从反光镜中看到后面有人 但是回头过来看 又看不到人 过一会儿又从反光镜中 看到有人 回头看又看不到人 这样好几次 把她吓坏了 真的是大排天 见到鬼了 赶紧加速 一回到家 把车往那儿一摔 立即跑回房间 这个女孩也被摔了下来 起来一拍 没有身体 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班小姐的弟弟和她的女朋友 从贵阳去重庆旅游 女鬼觉得 她的女朋友合适 便一下子附上了 才附上身时 连喘气都不顺畅 当时女鬼告诉她说 我被人杀了 他们两个人一听 没有心思再旅游 赶紧返回 于是女鬼也跟着一道回来 至于为什么单单 附上贵阳来的这个女孩呢 据女鬼说 因为她阴气重 附得上去 别人附不上 这个后面会再继续说明 女鬼白天附在 那个女孩身上休息 下午四点到早上四点 这段时间就去 午厅酒吧 在那里喝酒抽烟 那里还有十多个男鬼 有一天女鬼说 我要带十几个同伴来 都是在午厅 争风吃醋 被杀死的 到处窜 你们不用害怕 只需要买烟给他们抽就可以 到时候 点上十多支烟 放在烟灰缸上 好像有人吸一样 一闪一灭 烧完了 这些男鬼就都会走了 这里后面会再继续说明 女鬼经常讲一些故事 给那个女孩听 女孩又转述给别人听 但听的人都说她是神经病 没人相信她 班小姐把这事告诉我 我相信的 便讲道理给她听 请班小姐转告 让他们一起来念佛 开始 班小姐 班先生 还有班先生的女朋友 三个人念 那女鬼受不了 全身痛 想要跑走 我告诉她们 让女鬼也一起来念 女鬼一起念佛 就觉得很舒服 我劝她们四个人 也就是包括女鬼 一起皈依 求生净土 求解脱 但女鬼不干 要报仇 可知此女鬼 善根太浅 也是激恨太深 我要离开的前一天 班小姐及班先生 还有班先生的女朋友 来拜佛 我又劝女鬼 千万不要报仇 她们告诉我 只有她们三个人 进得来 女鬼在外面 三个人出去后 女鬼便赶紧赴上身 说她刚才 只能待在外面大路上 不能进去 于是伤心的大哭 我问她 为什么呢 她说好苦 你们都进去了 却有两个大菩萨 站在门口 不让她进去 还哄她说 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念佛人所居之地 有护法神保护 妖力鬼怪 不得进去 我走的时候 交代一位莲友 带他们到龙泉寺 为四人皈依 劝他们常念阿弥陀佛 后来也不知如何了 这里做一些说明 一 因为书的封面印有佛像 佛像在那里会自然放光 并非凡人能为佛开光 有善根的鬼 见了佛光就能得度 或者超身善道 或者尽身尽土 没有善根的鬼 见到佛像上放出的光 会觉得害怕 不敢靠近 所以家中供佛拜佛 不管是铜像 木像 还是指像 都能雀鬼安宅 家有佛堂 一家吉祥 就是这个道理 二 人心里只要念佛 身上就会有佛光 时间越久 心越虔诚 光越大 如果经常念佛成为习惯 这个人不管走到哪里 白天晚上 身上都会有佛光 因为阿弥陀佛是无量光 我们念佛自然身上也沾有佛光 简单比喻就是 好像一件衣服被香熏染 自然也带有香气一样 熏得越久越透 香越浓 后来香也就跟着衣服走了 念佛人身有佛光 鬼见远离 不敢接近 二 世间夫妻 父女 种种人际关系 都只是缘 看清这一点 心里就会平淡 即使是亲为父子 也是各有各命 不能相待 父母固然爱子女 但是要爱之有方 子女有子女的业力命运 要在尊重子女业力命运的前提下 以经验指导 用爱心规劝 切记把子女当作自己的私有物 不尊重她的独立存在 强求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爱你 所以你一定要听我的 结果往往酿成悲剧 反爱为恨 反亲为仇 以现世愧恨 结来生二元 这又是何苦呢 所以为人要知道 万事有缘 不可勉强 更要学佛念佛 以求往生 涌出轮回 上导大师说 父母妻儿百千万 非是菩提 增上缘 念念相残 入二道 分身受报不相知 这个值得大家警惕 四 这个女孩在激烈的争斗中 神情高度集中 一心专注 怎样挣脱出去 直到卡死 都是如此 而一旦已死 神是即不受身体束缚 即随着死前一念 心力的强大惯性 突然挣脱出来 而这时他本人 并不知已经死 这就是所谓的 人死而神不灭 绝无死了死了 一死百了的事 五 人的体质各有不同 阴气重的人鬼附得上 阳气圣的人鬼附不上 但不管 阴虚还是阳圣 只要念佛 身有佛光 受佛保护 一切鬼都附不上 要么怕而远离 要么进而合掌 所以养成念佛的习惯 很重要 尤其年老体弱的人 久病缠身的人 临将救亡的人 福报宵禁 货运即将来临的人 阳气耗散 往往容易看见鬼 被鬼附身 被鬼捉弄 被鬼牵引 还有旅途疲劳 异地心虚 临时受经 长期欲解等 都容易被鬼称洗 这时就更要念佛了 鬼皆有他心通 如果有人自认为 胆大体壮 不怕鬼 也往往会被 更强悍的鬼整治 不论何人 不论何时何处 欲求却鬼 消灾 平安吉祥 最好就是念佛 六 经上有云 鬼咒服夜游 从日垂木 至天江明 群鬼出游 故而夜间行路 更应该念佛 边走边念 群鬼远远地就看见佛光 自动会避离了 舞厅 酒吧 赌场等 深色娱乐场所 正派人不去的 不三不四的鬼 都喜欢聚在那里 见到有机可乘 便鼓倒人心 酿成祸事 所以这些地方 实在是人鬼交感 祸事不断 如同阳光照不到的阴沟 细菌 杂烩之身 繁多 品质端正的人 千万不可涉足 如此的场所 以免被邪人所染 邪鬼所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